大家好,我是五仔 这一节法律追击 追击河马 全城抵制 请大家赞个赞支持我们的频道 之前转播河马的频道 抵制河马的频道 这几句值得赞个赞 看到我们好兄弟的心紧扣 无良官司出律师信 现在他不敢说无良官司这些字眼 报纸也卖出来了 无良好严 另外有人写了一封信 去信酒店业主席 叫他不要租房给他住 出了这封信件 都很详细 等他 没有更多钱 住了酒店 早点不让你住 住了 你有钱买楼 但看你买楼快 还是走得快 未买到楼 OK 人家一年枯屁一层楼 如果做不到一年 睡着街上 睡街上怎么充电 插了颇白的鼻孔 没电叉 就出事了 跟他法律追究 上回说到 给那些 Heaven送外卖去敲门 咯咯咯咯咯咯咯 抹咯咯咯 抹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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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肯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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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我們有封信是很重要的文件 我們想給葉柯寧小姐 不知道是不是叫葉柯寧 好像有很多個名字了 我們想找她 麻煩你把封信遞過去 我們抬頭寫幾號呢 啊 簡樣啊 504啊 這樣就知道她在哪裡了 打開美團APP 然後做任務 糟糕了 你現在開個粉絲群 黑粉群群 哇 你就收外賣 收到你不用睡覺 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 不斷響 你知道嗎 整個美團 搞定你何體的 這些事我們當然不建議 別人這樣做 我們要合情合法合理 這樣去做的 看到有些人就給律師信 有些人就寫公開信 那哪樣可以治到她呢 打小人都可以 那什麼都可以的 你看看你發突快 還是神經衰弱快 好像很嚴重 那沒辦法 你周圍拉 沒辦法的 有人問 喂 住酒店不是基本人權嗎 是 不過如果你說 她地圖炮 周圍得罪人 白華齋 那些黑粉那些 那條雷錘 流些毒汁出來 哦 地圖炮 可能有些 流毒汁出來 又很閒 你更閒 得罪 那些很閒的人 那些很閒的人 現在暫時的 人生主任務 就是對付你 啊 你嚴重了 好 好 請整封信 讓你酒店沒得住 已經發送此信件內容 去酒店業聯會主席 詳情如下 黃澤鋒先生 不是拍戲那個 原來也叫黃澤鋒 這個就是酒店業聯會主席 你好 本人是一名土生土長香港人 亦從事品牌事業宣傳相關工作 鑑於今次迫設性事件 必須要做通知全港酒店業 希望你們謹慎處理以下相關事情 相信大家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和新聞媒體 就會留意到何時夫婦的行為 而觸發各行各業的香港人 這些行為涉及擾亂國家 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內宣揚危害國家主義 出現侮辱香港政府 直播煽動中港矛盾 挑戰政府公信力 而觸及國安法 何先生經常在網上自稱會自殺 請香港所有酒店多加留意 避免發生令人不安的事情 他在各大酒店也有留言 也發了一封信去酒店業聯會主席 貼了很多連結 你看到了 何時夫婦住酒店被酒店職員趕走 《星島日報》也有報導 《如一》也有報導 因為最近他們在新界西區兩間酒店 因違反住客條例 在住宿期間不斷在酒店房間直播作商業行動 加上整晚蓄意播放 猥蝕成人影片製造噪音 影響鄰近住客 鄰近住客計而投訴酒店前台職員 之後他們想續訂 酒店方面不接納他們的續住申請 要求勒令離開 酒店之後要聯絡香港警察到場協助 帶走何時夫妻 嘩 兩間酒店涉及嘉湖海日酒店 和月品度假酒店在屯門 因為禁於事情非常嚴峻 加上這宗新聞已經擾亂香港人的生活 大大影響市民對政府的公信力 希望大家齊心合力把事件撥亂反正 你使命和目標曾經說過 作為香港酒店業從業員正式發言機構 協助政府立法及檢討有關酒店業的政策措施 因為驗證房屋處調查他們霸佔公屋 而每天在不同酒店居住 他們亦會遭到政府其他部門調查 如不想見到其他酒店旅客受支擾 請麻煩促請酒店業聯會 請將何時夫妇列入黑名單 在香港其他酒店旅客名單上 因為他們在香港這個大都會城市 都不想旗下的酒店會員業務遭受不必要的傷害 此電郵內有相片影片附件 希望能盡快處理 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Alexander Lam 致涵 看來很嚴重 當中一些指控 看看有沒有 擾亂國家在不同的社區平台中宣揚危害國家主義 侮辱香港政府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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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釗防署什麼 不肯接收警告訊 是嗎 你有什麼嘴巴要收的 還有主張看來問 哇 有 另外 煽動中港矛盾 有 針對或者與他相反意見的人 被標籤為反中亂港份子 有 他有做這些事 另外,何先生經常網上自稱自殺 在三個月內出現了四次 有,我們全部都有片有證據 如果有什麼事,在你的酒店貼了 就大家來事 似乎真的不是無事生非 是全部都有根有據 酒店以後不歡迎他們入住 我相信也會 因為有這些新聞曾經趕走過 有了前科 不知道可以住在哪裏 重慶大廈 重慶大廈資料有四百五十萬 月薪四十八萬 入住重慶大廈 相信亦是相當危險的行為 可以住在哪裏 有些報道說遲些可能住劏房 我相信是暫時的 這麼快租不租得到 如果他租到劏房 住到酒店 其實不用租到劏房 住到酒店 已經直接承認 他的公屋根本一直都不需要給他 他都有這樣的錢 究竟他的錢從哪裏來 很奇怪 一個 是拿政府福利 不需要工作的人 竟然可以 即時去換酒店 換了兩間酒店 然後回大陸租酒店 還養得起阿伯 資產審查 政府真的要做足 盡快把這兩個傢伙 總之有什麼不對的 不企理的 就處理了 另外說到無良根絲 出律師信 我開始說 不要搞這些 想不到真的搞這些 正所謂 就是何馬毛 出自何馬身上 他說 拿了你的流量 都賺了少少錢 應該回歸給你的 他做了一樣 雍女俠 就不敢做 也不是未必不敢 就是說 不想做 說完之後 說完就算了 我可以出律師信給你 這樣說 無良出了 但是 他對無良 就是多番的指控 說到有愛情動作片 又說他有不良嗜好 也有些人就上了他的台 做嘉賓 然後就爆露露露 我們之前說過是前女友 但是懷疑是那個女生 就上來說 我沒有跟他一起過的 怎麼差字 怎麼知道你 怎麼知道他這麼大反應 是不是 有沒有也沒關係 又說好像 追過美女 受不受追 類似這些錄音 說一下就可以了 我經常跟別人說這些 什麼時候呢 十幾年前 現在不說 沒得說 做些說話 去針對無良 也有稱他為無良 乾屍等等 這個關注組 大家都說 自從收了阿水的律師信之後 肥婆就沒有再去 指名道姓 講無良根絲 是啊 其實我們各個 都可以出一封律師信給你的 那些什麼 那條籌隨 那條類隨 那條類隨 指名道姓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 有點無謂 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律師信 那條類 何太租YouTuber 發律師信 指控誹謗要求賠償 歷數兩宗罪 須公開道歉 厲害 厲害 有料到 匪謗 賠償 都真是 鬥大 不要緊 大賭 大賭就可以了 厲害 表示會嚴肅跟進 現在 諸多方面 都動他 譬如 房屋處處長羅淑佩 都說動他 何太 因為 沒有證 沒有本事收 自己好像大了 什麼 你家屋 你建 你買了 你家屋 這些人 入住公屋 暗暗 說得自己這麼厲害 動他 好 關事好 水哥正式向何太法律私訊 指控何太誹謗 何太於該頻道當條影片中 指無良發起針對他的網絡攻擊 他又播放有關無良根絲 而此刻材料多次抹黑 無良根絲 於律師信中否認何太對他所有指控以後抹黑 又指何太誹謗言論已經對他造成嚴重損失和傷害 要求何太於下星期二之前向他公開道歉以及作出賠償 否則將訴諸法律包括入稟高等法院正式控告何太誹謗 我好想分析 但我分析了之後 有些人又說 不好 讓他先道歉 現在怎樣說 哎呀 只能夠做得好 好爹 不分析 當然 大家同一條船 好爹 我們等吃這顆花生 那你就衰 我說一下肥婆 亂說話 哎呀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有些甚麼人不能得罪 有兩個錢的那些 是呀 樣貌出自樣身上 始終你都有錢 始終你都可以出律師信 不過現在未有住 現在先收住 收住律師信 看他已經收斂了很多 收斂了很多 那 不代表你不需要道歉 你一定要道歉 其實無量搞這些事情 都真是幾 機會主義 為什麼呢 他這些材料 網上這些材料 其實這張律師信 一個對河馬的警告 另外對我女兒的警告 那女兒已經在 Facebook那裡 做過無量軍師的 一些專業 但不知為何後期 就沒有了專業 我都說一早知道 我說要做一早做 就不是 他這個律師信 不是只有空 是一個 給他那個 是吧 我有錢的 控不到 肥婆 控告你也可以 轉控你也可以 現在他的矛頭子肥婆 但那些資料是誰給他的 誰人都知道 對 誰人都知道 他自己都知道 為什麼不動你呢 不是說不動 是想動的 已經動了 不敢說話 讓你把這些材料到處理 對嗎 看看你有沒有實質證據 對嗎 你有實質證據 拍到照片 就知道他有什麼什麼的 拿出來 沒有證明 空口說白話 不是 就好像那次 肥婆說人家周生周體 拿個幫握 可白那樣 是吧 你這麼喜歡胡說話 我說肥婆是賤格的 她是賤格的 你這樣的人氣 你做什麼不行呢 我們那時候 熊那時候做Youtuber 煮個公仔麵 煮個公仔麵 都過百萬尾 你胡說話 你胡說話 這個八婆真是 那個人蠢 那些網友就說 你自己是這樣的人 又說周生周太 都是這樣的人 你這些正仆街 這個 肥婆你真是 多口啊 多口 你大把話可以說 我當然不會教她說什麼 是吧 她是選擇一條最賤格的路 因為人的性格是這樣 這些真是 沒有辦法 去到哪裡都 開口盯著你 要靠這些事 但她真是滿腦子 這些思想 又說和阿伯 又說帶阿伯去美國做管家 混過美國老公 又這樣又那樣 你看看河馬真是 整個腦子都是陰濕 抵毒 誣衊 中傷 那些 那些 完全都是所謂有句 俗語叫做 什麼口長不出什麼牙 那些 是吧 我讀得書少 我不記得了 是河馬口 河馬口長不出 兔子牙 是 真是 衰的 這個人 周圍搞事 現在被人搞回頭 非常好 是 還有什麼 跟大家說呢 很多的跟進 我今天都跟OK仔說過 看看有沒有些可以說 他 厲害了 收口 改口 撐 防署公道 預告 找樓搬 什麼 懷疑將 棄住公屋 即應是想 離開可白 他這樣說 他說 他說 如果不是那些黑粉搞我 或是一早離婚 這樣 做什麼 沒有人搞你 真的很搞笑 這個肥婆說話 在那些黑粉搞到他 沒有得離婚 什麼意思 我不明白 沒有黑粉 即是你兩個夫妻應該很恩愛 沒有人阻礙你一萬五次 那為什麼沒有黑粉 你一早離婚 他這些算是什麼的道理呢 什麼 張國波折落 那些人說話 你的婚姻跟其他人有關 這個肥婆姓賴 不如叫賴太賴伯吧 不如叫賴太賴伯吧 早前說到被房署迫害 就說房署職員騷擾 何太表示 房屋署沒有證沒有據 是沒有本事收我的房子 面面談好了 捉到我又說在這裡住 總之我按手座辦了 再冤枉我就不行了 談及收樓信 昨天回去拿衣服 房屋署又放一封信在門上 我昨天撿了 看了一眼 封不是收樓信 意思是 他說他口頭跟我說 再出一封信 說從此之後 我老公沒有都在這裡住 如果再繼續 一定要加名 要不就搬遷 一千 這個肥婆 死都不肯加名 為什麼 加了名 就沒得拿450萬 其實我不知道 但今天直播語氣又大轉變 我也相信 他們做事沒有這麼瞞不講理 你明明9日談好了 跟職員談好了 那晚我都在深圳過了一晚 近日 即使在香港也是自酒店過夜 強調可白就沒有上班過夜 上去坐下 那你倒轉時間 即是早上去睡晚上 在街上當 真是真是 真是 流離失所 好 好 為何為450萬不加名 他說 是想找個便宜一點的屋 走去搬搬搬搬 何太表示 你連別人租屋的業主都威脅 你說你這些黑粉多無良 多卑鄙 正正常常怎會威脅到 永遠的問題都出在你那裏 隨三害 你是州署 你經常在這裏 你搞我 你聖人那裏誰搞到你 你搞人家人就搞你 這些就是你的因果 這些就是你的暴行 有網民勸何太 你放生可白 自己亦不會被連累 何太表示 誰撐到我 我都想走 但是老公他愛我 他不肯讓我走 他是以死留難我 是這樣的 哦 就算他 洗橫手收我樓 沒問題 真的 我ok 我ok 我沒問題 我不會被你們迫上絕路 我一直撐下去 即使我躺街 我都跟我老公撐下去 一時跟老公一起撐下去 你是父女就要認 那你思覺失調 你那張白卡寫思覺失調 何太更再度為房屋主說好話 如果房屋主好像你的黑粉野蠻 不講道理 洗橫手 拿走和跟阿傑 那真是沒問題 連可白都附和 人家房屋主職員都會想 人家被你玩 被你牽著避酒 人家何局長都說會查實質的東西 不是聽網上的東西 網上的東西是不可取不可信 何永賢何局長表示 不是不是 他是說說說何永賢何局長 他說 我覺得他多厲害 12日聽到他的訪問 哇 賣口乖讚 繼續都是罵 可白的子女沒有照顧老爸 那些直播都是那些 都是說那些 在這堆東西下面 看見這個星島頭條 他竟然這樣說 他竟然這樣說 做了一堆層這些 防止自殺 求助熱線 情緒通 深 防止自殺協會 生命熱線 名愛向程軒 社會福利署 這些全部都是叫他 如果走上絕路的話 不是的 他說白真的長期講自殺 以死傷逼威脅 你猜很威脅嗎 那些 在東章的時候 他死過兩次 他死過兩次 是說近回醒他 那些 後來之前 美國 黃叔那裡又說死一次 剛剛 用膠紙貼著嘴又喊死 對的了 有這些事件 其實他們真是臭了 大家繼續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滿營衰努力 我們會見到什麼 我想都快會見到他們 他自己都打定輸數 覺得這間公屋其實沒有的了 他自己都說 要找一間便宜的出來什麼 你共有錢 四百五十萬 四十八萬一個月 是不是 用什麼住平衡 很便宜 平衡限制思想 你去跟謝安琪做鄰居 比華麗山那邊 大埔 三萬多四萬元月租他 你住得豈有餘了 以你今時今日的地位 新光景嶺 一於住比華麗山 有沒有人租給他一件事 又是搞笑 又是搞笑 你現在是這樣 公屋不能住 酒店不能住 你想住豪宅 老闆知道什麼 水不租給你 好了 可能住劏房也有機會 但你也知道 業力的東西 萬本帶不走 劏房經常都說 電器失收 冷氣機 沒有煙 焗傷 那些大件事 所以人 凡事太盡 緣分勢必早盡 是你先辣網民的 千辣萬辣 或是辣網民 不知你做什麼 不知你做什麼 無端端走去說人家 你喜歡標籤 人家做黑粉 黑給你看看 吸引力法則 這個世界是吸引力法則 你說人家做黑粉 你未見過什麼黑粉 你不覺得人家越來越過份 你怎麼跟一個社會鬥 政府說 我老婆做特首 香港會好的 可白說 那你言下資 即是說 超哥不夠你老婆 你又知道 你老婆從我爭了嗎 你也是夠說的 你不要用這些說話 但這些說話已經一早說出來 有些說話就回不了頭 就算你不玩 我當你今天兩個剃了頭做和尚 我保證你一樣有人找你晦氣 所以剛才有些報紙下 做薩瑪利亞那些都對 可能報紙也覺得有些走投無路 但我們又不想見到這些情況 不要鑽牛角尖 最多回龍江 無謂 我們都不知道會否搞到最後 看到什麼結局 大家都是時間的產品 總會是有那一天 但不要這麼快 當然 不可以說 你都可以做的 但難一點 如果他這樣都可以捱得住 其實他的內心都幾強大 我是他我就真的 忽忽地了 被人這樣玩到你拍門 怎麼可以拍門 你說在網上鬧幾句 現在去到現實生活都並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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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由於經工資料 一有什麼事就有人找你晦氣 請你吃外賣 搞到晚睡 外賣24小時 所以 住外面 又被人知道住哪裡 租屋 又未必肯租給你 公屋 又收了你 我學英尼姐姐說 英尼姐姐都是先知 你 離開香港 你不要再回來了 可能他會成為一個 本世紀有身份證的新移民 都下不回來香港 不是法律不讓你下 是個社會 你沒有屋住 真的 沒問題 你兩個小時可以睡天橋底也可以 是呀 可以不可以 看你熬不熬得住 社會性死亡 陰功 是呀 去到哪裡都真是 神憎鬼嫌 他有搞笑 有些人說 見到你真人跟你拍張照 什麼 跟你拍照的人不少 但是跟你拍完照 鋪出來的人很少 那些小朋友 都是有 我見到人跟他拍片直播 拍張照 好像很厲害 那些小朋友 真的想自己做目標 似乎 不要管那些 唉 真是為了出位 去得很盡 凡事太盡 緣分勢必早盡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